美媒6日援引美国太空新闻网Deaf News消息 美国国防部政策次长约翰·鲁德 John Rudd星期二9月4日 说国防部正在美国国会的指令下研究 在太空部署拦截导弹的技术意义和安全影响 鲁德说 至于五角大楼核实批准或者执行有关项目 现在讨论还为时过早 美国国会指示美国国防部发展一套基于太空的导弹防御网 此前 美国总统特朗普提议美国成立新军种太空军 美国国防部研究与工程事务副部长迈克尔格里芬 Machael Griffin 星期二在国会山举行的一次论坛上说 我们不能打击我们看不到的来袭目标 Machael Griffin 星期二在国会山举行的一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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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